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一想到做 fashion designer 第一个感觉就是很glamorous 这个industry不是只靠talent 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们踏入这个industry 建设这个 course 让人明白 fashion 不只是讲design 那么多年来我自己最重要学到的东西就是人缘 我会带到我的朋友给他们认识 例如Wing Sha 很早期开始她已经帮我拍我的lookbook Grace Lam她是一个很出名的stylist NEG她又化妆 尤其是很多东西可以帮助到 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品牌的build up 这样 作为一个照片 她和 fashion designer 的合作方法 就是每一季她有个idea 或者一个灵魂在里面 了解她的product 那她又很早开始 甚至乎由她的sketch 开始了解她的概念是什么 我自己会帮她想一些故事 或者是怎样做法那件事 Styling 其实很广泛 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只穿衣服 其实design和stylist的关系 等于好像对夫妇或者情侣 那样 其实一定要是好夹 和大家的vision 是一样的 他们是生存在他们的design bubble 里面 as a stylist 你要带她出来 给她一些比较practical的advice 亦都要继续由他们自己的creativity 问清楚这个job真正的内容 不一定要设计师 给到化妆的reference 给我们的 拿多些不同的idea的reference 令到整件事 加上来就更加精彩 我想这些就叫做teamwork 随着今次这个course 给到同学是知道 除了design之外 fashion 建设自己的品牌 要具备一些 什么另类的东西 我自己也经常在看一帮新血 大家可以来做计划 这一行除了学习之外 也很重要是认识不同的人 可以说是一个short cut